量仔 学会这七个抬球小技巧将受用一生 技巧一 传球 对手的球挡在带口 先打到自己的球 再把对手球撞进 不犯规 还能挡住对手的球 接着换对手打 如果是先碰到自己的球 再碰对手球 最后进了自己的球 可以继续连杆击打 记住千万不要传太直了 否则会把二号球的下球线路挡住 技巧二 克拉克走位 遇到两球笔直 正常打进无法走位 可以用中低杆 瞄准在进球点左侧一点点 让白球先吃库再勾上来 打进球的同时 还能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 技巧三 入带球 大力出奇迹时 把球打进带 然后又反弹出来 算没劲 也不犯规 换对手击打 技巧四 倾斜勾球 两颗球不平行 就取白球球心的位置 延伸到库边 再向外延伸 同等距离 作为一个点 然后向目标球 进球点延伸 这条线 与库边的焦点 就是瞄准点 中杆中立 对着瞄准点 打就可以了 技巧五 凤眼手架 抬起食指 卡进球杆 大拇指指负 贴住中指的第二个关节 然后食指弯曲 扣住大拇指 形成封闭的手架 这种手架 适用于大头杆 打强烈杆法时使用 技巧六 跳目标球 这个是目标球 被挡住了进球线 正常打 打不进 此时可以抬高手架和后手 利用手指手腕 瞬间的爆发力 目标球就会 跳过障碍球 顺利打进 技巧七 大力出七技 当台面上 没有可以直接进带的球 可以选择大力击打 让进球几率增加 下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